2021年4月11日 圣母玛利亚与萨南达 圣光和圣爱的区别与平衡 传导 卢映 今天有位同修给我留言说 这两年我读了大量灵性讯息和书籍 有当下的力量 与神对话 金刚经 扬声书 灵修大师 奇迹课程等等 但这些对我而言都是头脑中的概念和知识 我感受不到灵讯里常说的无限圣爱 从未对那种爱有过真正的体验 这让我感到困惑 甚至恐惧 我也练习过冥想 不过只是断断续续 我打算暂时停止阅读灵讯 但会把冥想坚持下去 只用头脑阅读灵讯 越感知不到圣爱能量 有类似困惑的同修大概并不少见 今天下午打坐时 我先是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形象 感觉到她温柔似水的能量包裹住了我 随后又看到萨南达兄长显现出来 他们共同给出了下面这个讯息 你们常常听到我们说光与爱 圣光圣爱能量 那么圣光与圣爱是一回事吗 它们是否有区别呢 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神圣能量的两个面向 就像阴与阳 圣光对应的是阳性能量 而圣爱对应的是阴性能量 因此圣爱更多的体现为女性能量的特质 慈爱、温柔、宁静、包容、滋养、宽恕 而圣光则更多的体现为男性能量的特质 智慧、勇敢、威严、富有行动力 圣光与圣爱是紧密结合 缺一不可的 倘若只有圣爱、没有圣光 那慈爱会变成溺爱 包容会变成纵容 温柔会变成软弱 宽恕会变成妥协 同样 倘若只有圣光、没有圣爱 那智慧会变成狡诈 勇敢会变成蛮横 威严会变成专制与冷酷 你们熟悉的安可符号 其实也可以从一体两面的角度去解读 那个圆形的部分对应的是圣爱 而那个直线的部分对应的是圣光 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就像一把钥匙 一把解读生命本质奥秘的钥匙 在源头那里 圣光与圣爱处于极其平衡 和谐的完美状态 他们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但当这神圣的能量穿过一个又一个维度 到达沉重而又稠密的三维世界时 它的这两个面向出现了扭曲与失衡 这种失衡的状态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你们的世界目前由男性能量主导 而女性能量、圣爱能量得不到足够的尊重 甚至受到压制与贬低 在这里 圣爱的缺失使得圣光得不到足够的滋养 变得越来越暗 直至呈现出低频、负面的状态 由此引发了世间的许多严重问题 若想解决这些问题 就得设法恢复圣光与圣爱的平衡 当你们在自身恢复了这种平衡时 就会有效地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平衡 那你们如何能在自身恢复圣光与圣爱的平衡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多深入自己内在 走向自己内在的本源 在那里找回圣光与圣爱原初的平衡 和谐状态 让自己沉浸在那种振动 那种频率之中 这样你们就会逐渐恢复自身的平衡 其实你们刚开始感受不到什么 那也没有关系 只要进入冥想状态 只要开始进入内在 你们就会自动走向本源 就会自动开启恢复平衡的进程 有些人以为阅读大量灵性讯息和书籍 把那些知识储存在头脑中就可以获得灵性提升 但那只是在追求圣光 只是在追求那神圣能量中的一个面向 如果把圣光比作一株植物 那么圣爱便是滋润 灌溉它的语录 有了圣爱的滋养 这棵圣光之树才能茁壮地成长 并绽放出美丽耀眼的花朵 否则它就会枯萎 变得暗淡无光 用头脑学习灵性的人 仍然是受到了这颗行星上圣形的男性能量的影响和驱动 这样的灵修方式只会造成灵性上的失衡 多与内在的神性连接吧 多去感受那种完美平衡的圣光 圣爱能量 让自己尽润于其中 直到与之融合为一 直到成为它 活出它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祝福你们 感恩圣母玛利亚与萨南达兄长的联合教导 希望那位给我留言的同修 能看到这则灵讯并受到启发